我刚做完核酸检测 抽血吗还是 不是抽血 不是不是 嘴巴里拉一个包 还有这个是消毒片 要放在马桶里每天放一片 收到姐妹送来的寿司和奶茶啦 耐斯 哈喽 这里是贝贝比巴布 今天是我隔离的第十天 让我们来看一下 我隔离的一天都干什么吧 哦来了 这件好大呀 叫什么名字啊 看一下名字 对的 嗯 抽血吗还是 不是抽血 不是不是 嘴巴里拉一个包 怪你 撕到这里 散开啊 好 散大一点 等一看啊 我刚做完核酸检测 我觉得刚刚有那么一点点的尴尬 因为我太无知了 我不知道核酸检测是怎么做的 然后我就把胳膊伸出来让人家抽血 结果其实是拿一个棉签 然后在你的喉咙里面取一点东西 再放在试管里面 我的午饭送来啦 谢谢 这个是一个鸭肉 然后一个芹菜炒木耳 一个油豆腐和鸡蛋 还有一个茄子 我泡了一个紫菜汤 然后我妈妈送了一个凉菜 那就开吃 我已经吃过中饭啦 然后我找一个光线比较好的地方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同学回国的经历 我有一个同学他在汉诺威读医学语科学医嘛 就比较认真比较好学 然后他就不想要回来 但是他的父母非常担心 他坚持要让他回来 他也不愿意妥协 然后他父母就气到直接不跟他联系了 所以没有办法 他最后还是回来了 还有一个同学 他比我晚几天回来 所以应该管控的更加严格了 他在下飞机的时候要经过一个检测 但我不清楚是核酸检测 还是过海关的一个检测 他在那个检测的地方 他咳嗽了几声 所以他还没有检测 他就先已经直接隔离在上海观察 所以我觉得现在比较严格 但是这种严格也是对大家负责嘛 现在给大家看一下我隔离的房间 这一扇就是大门 红色凸出来的是贴在外面的封条 这边是厕所 然后这个是洗手液 他给你准备好了 还有这个是消毒片 要放在马桶里面一天放一片 还写了故事 我来给大家使用一下这个消毒 拿一片消毒片 然后找一个瓶子 把它放进去再倒一点水 然后再把它化开了的这一瓶水 倒在马桶里面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是一个带镜子的桌子 上面可以放点水 这边是酒店给你准备的洗漱用品 沐浴露和洗发露可以用14天 这边是书桌 然后我隔离的地方是一张大床 这就是我隔离的地方啦 现在是下午两点左右 我要先写一下作业 来了 这个就是我的晚饭啊 一个包菜 然后一个鱼 还有一个肉和一个 这个叫什么 来着 他来送晚饭的时候 把早饭也带过来了 这是我明天的早饭 一个方便面 然后一个橘子 一个纯牛奶 和一根香肠 然后是饭后量体温 一天要量两次 都是在饭后 来了 你有一样吗 小子 嗯 放一个 我放需要吗 要一个 不就这一样啊 对 放一个 嗯 谢谢 谢谢 馅片有不出口吗 没有 垃圾箱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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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饭 没什么不出口了啊 嗯 没有 收到姐妹送来的寿司和奶茶啦 奈斯 送这么大一瓶奶茶 奈斯 送这么大一瓶奶茶 你们最近有没有被淡黄的长裙蓬松的头发洗脑呢 而且我发现我也有淡黄的长裙 淡黄的长裙蓬松的头发 你牵着我的手看最新展出的油花的长裙蓬松的头发 最后如果你也pick谢可寅和安琪的话 那么我们就是姐妹 这就是我隔离一天的生活啦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